大家好,我是Den 在去年,PakSong与亲哥哥一家人发生争议后 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 PakSong也撕退了亲哥哥房产的租金 将自己的亲哥哥用谎言做成垃圾了 PakSong救了流浪猫是谎言 那只猫是用钱买的 以及其他人身攻击等母黑造谣PakSong的酸鹰 而在PakSong提告后 韩国警方抓到了这位酸民 在警方调查中发现到 这位散播最多酸鹰的酸民是 亲哥哥的妻子,也就是嫂子的闺蜜 这位闺蜜酸民对警方表示 自己是相信了PakSong掃子说的话 所以才会在多数论坛发文的 而因为这位闺蜜酸民 认为掃子说的话都是试事发文的 所以警方就以不移送处分终结了这个案件 但是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散播虚假谣言的掃子 真的是垃圾们 吸血吸到现在了 有一点点良心的话就不应该留酸鹰吧 是人吗 该不会是掃子使用了朋友的账号而已吧 越看越觉得可怜 难怪说要结婚的时候有那么反对 相信虚假试试发文就没有罪 这法律怎么这么奇怪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与粉丝的视讯签售中 刘泪德抢文娘 这几天压力很大 心情也不好 所以姐姐真的很感谢文娘 看到文娘的舞台跟照片 姐姐就会很开心 因为隔几天就能跟我娘见面 所以很期待每一天 多亏了文娘 我可以暂时忘记不开心的事情 我不太会说韩语 所以每次都要提前先写在笔记本上 有时候发音不准确 文娘听不懂我的话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才会对文娘没有反应 每次重新看影片的时候 姐姐都觉得很幸福 现在这一瞬间也很幸福 所以说文娘啊 真的很感谢你 能成为文娘的粉丝 真的很幸福 因为抢文娘平时 真的是不怎么流泪 所以这个视讯签售的影片 让很多网友们都心疼了 我为什么也跟着流泪呢 外国粉丝能这样为她说话 真的很感动 文娘也是 粉丝也是 希望你们一直能幸福 平常不哭的人这样哭的话 真的会让人心碎 不好听的都不要听 只看好的吧孩子啊 那些酸民们都是因为 嫉妒你才会那样 希望文娘以后也能只留下感动的泪 会一直姻缘你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spot主打歌的共同点 Aspot目前为止发表的三首主打歌 Blank Mamba Next Level CBG 大家知道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吗 第一句都是Karina唱的 当然不是 大家看歌词的话 第一句都是I am开头 哇哦 只有我觉得 你觉得我吗